哪怕我是学医的 将来我去开咖啡店 我怎么能够向竹子商或者向我的partner说明我能成功 那我背景就不在这方面 那我选择就是我所有学习的东西 有强项的东西 但并不是我不能去开咖啡店 如果说我跟汤总说我是学医的 但我觉得咖啡店的生意肯定好 而且我都已经站了共众了两年 已经当了manager 那他就觉得我这边就跟我突然想开咖啡店 这概念不一样 同样的道理 你不管是做生物也好 做医学也好 你想想你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就是能最强的收护者 然后还有unique target 就是你那个项目 你要知道你一想做生意 你那个idea一千个人一万人都想过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 那个latchy是一个很有名的事案 他就说海鲜你好好的你干嘛去开公司呢 但我吃了三次他不动意 结果我干脆就不上班了 所以最后他也把我叫去了 他说你肯定能成功的 我说为什么你就相信我能成功 他说中国人一般人里头 9999的人都想做开公司 在这里头只有1%的人能够去把它想好了 把它organize好 然后这在1%的人里头呢 那也只有1%的人呢 敢就是争取做 天不霸地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那个1%的1%的1%的人 那肯定就有希望成功 那我说可能也有很大的希望成功 失败 但是那当然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想好 就是说你的idea再怎么bride 但是人家已经想过一千遍了 想过一万遍了 那你要怎么想 那所以我等会我会举一两个例子 就说我当时想的什么 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的ACG的公司 我当时开有一个就是天是地利人和 就让他那个雷总说 当时很早 我那是94年有这个idea 我跟那些同志商讲 他们觉得哇 他你能合成人工的基因 那这肯定是将来不得了的 不管我懂不懂基因吧 肯定是有的 所以他说你写个别生的plan给我 我来finance 所以我呢也不懂什么叫别生的是plan 然后呢写了两张纸 你还不如这么大你给了他 他说呀 他说我能理解你是不会写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盘子写大一点 你要15万 我们不会投15万 我们投了 起码是以美元以上我们才觉得要投资 那我说我也想出那么大 因为我想的是很小 他们想的是很大 但是现在我就是说 反过来我的失败经验就是 我其实脑子里早就想好 各个东西了 只是没有把那个地方写出来 所以将来我们自己也考虑 就是这个target是 你当时你是一个first story 那你这个target就对了 那现在你说再去做合成第一个案 我跟你说 来来来来饭碗的宝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道理 然后呢我觉得呢 像我们中国呢 你一定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强项 现在就是好着好着嘛 那个以前老华侨都说希望祖国强大 那现在我们我也是出了20多年了嘛 也算是老华侨了 哎呀我现在不光是喜欢中国强大 觉得中国强大我们确实是受益很多 因为中国市场是我们华人在北美一个特点 现在我把你各个领域都说 你也说了 就需要很多北美的人才回去 是指北美的公司找中国人才 那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就想了 就是说我这个企业能在北美开 但我那个市场能不能是在中国也有 那这个是就一定就吸引力了 如果说你没有很大的市场 当然我还是觉得 就是不管开什么公司 在北美的公司呢 你才能拿得到投资 你中国的公司到再来去找投资 困难就相当大 因为是一个reputation 还是一个管理 一个透明度 还有一个法律 这些投资商要考虑得很多很多 那在这个第一步之前 还有很多步你要做准备好 就是说是你这个有了idea了 你有plan了 那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 你能不能找到人 这个世界上已经不能自己一轮开公司了 除非你是网络公司 那现在网络公司也不能一轮 那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伙伴 那伙伴的话呢 最早就是要找你最亲近的 然后最好不要找跟你是完全是同行的 如果你是搞生物的 你再找三个搞生物的 你还是没找到你的伙伴 你要找那一个搞生物的 搞市场的 甚至搞那个金融的